第八题,一块大石头重20公斤重 如果小伟用15公斤重的力往上抬 石头仍然不动,则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因为石头保持不动,所以表示它的合力等于0 这就是牛顿低运动定律 所以选项珠说,石头所受的合力为0是对的 我们这个石头本身是20公斤重 然后小伟往上抬15公斤重 可是呢,这样显然并没有合力是0啊 那么这边有一个合起来有一个五公斤重向下 也就是石头压地面会有个五公斤重 那么地面会给它一个反作用力是五公斤重 这样我们就看到,那我们这样就合力就会是0了 所以呢,石头对地面的作用力是五公斤重 地面给石头的反作用力也是五公斤重 所以选项珠说,石头给地面的作用力是五公斤重是对的 选项B说,地面给石头的反作用力是20公斤重是错的 应该只有五公斤重 那么小伟还石头是15公斤重 那么石头去给小伟的反作用力 那大小要相同方向要相反 所以也是15公斤重 所以选项A说,石头给小伟的反作用力为15公斤重是对的 因此第八题文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地面给石头的反作用力为20公斤重 我们答案选的反作用力为20公斤重